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Flint神他变速度做工 但这个门脑达到对 准备ו 就是其实是相比的 和我一样 我来自带大家 在骂之间 我去到这种旅行 就是我来自带大家 我们然而来自带大家 从来自带大家 等学来自带大家 你们来自带来自带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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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 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 就是按住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 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 按住就 所以戏已经讲完了 就现在开始讲回向 那么回向分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中回向 分别回向 首先是讲中回向 在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如是主观心所及一切善 以臂愿消除有情一切苦 那么这个意思呢 也大家都比较明白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 供养 顶礼 皈依 忏悔 随喜 就是等等这些这个善举 那么这些所得到的一切善根 就乃至回向之间的所有的这些善根呢 我们应该观想起来 所积累起来的这些善根呢 全部这个回向 而回向给谁呢 当然作为一个大臣修行人来讲 是必须要回向给所有的众生 愿这些所有的众生啊 就获得了无比的快乐 就暂时呢 让他们获得了人天福报 这个健康无比啊 等等这些利益 最终呢 获得无上圆满 正顿觉 菩提的果位 那么愿佛法兴盛 众生获得快乐 这就是回向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平时呢 自己所作的一切善根啊 就应该想回向给一切众生 平时呢 就心里面也经常这样想 这次我所作的这些善根呢 都是给给一切众生 愿众生获得快乐 佛法兴盛 这两个问题呢 大家都不能忘记 就不能忘记 如果我们这样回向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无量的众生 也是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就是佛和菩萨的不公的加持 就是他的功德和威力 功德利益 因此呢 平时作回向也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的王人啊 这些在超度的过程当中 也是作回向极为重要的 对解给大家入联系的 这些联系的活动 就是在另外在各方面的 就是关于我的一切 带了订阅 住在五岁的排名 始终 升至二边 关于我 等于我 这些摆于的 联系 听到我 就像他们大臣 有个大臣 找到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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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成年 嗔恨的点头就会毁坏所有的善根 如果我们立即回向于菩提的话 那乃至复过之前 这些善根永远也是不会耗尽的 并且善根也是等人日上 越来越增上的 这就是我们传承上师们的教言的一点重要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 按照佛经的另一个角度来讲 不仅是一座的这个善根可以回向 而且未来的这个善根也可以回向 佛陀在《华言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众生一切善 过去现未来 回向普贤地 细节获妙善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众生一切所作的这些善根 不管是未来 过去 现在的这些善根 全部可以回向给普贤地 也就是菩萨地 如果这样回向的话 能获得的功德三秒无法延缩 也是这个意思 从这个角度来讲 未来的善根 以这个回向的方式 就是一定要以如梦如幻的方式 所回向的善根 就是未来 过去 现在的善根都可以回向 那么回向 没有回向呢 实际上我所作的这个善根 不一定是能成为真正的菩提之道 因此五个光尊者 也是给我们讲过 就是做任何一个善根 应该最初的时候以发菩提心来摄持 中间以发无缘的 这种三轮提空来摄持 最后呢 以这个菩提 什么 愿这个菩提而回向来摄持 如果以善俗称来摄持的话 这个善根就成为遂解脱坟的善根 也成为佛道之音 如果没有具足的善俗称的话 已经成为是遂佛的坟 这个回向的名词 有很多大德 都是有不同的解释 有些时候是有布施的意思 有些时候是以赐给的意思 但我认为 所谓的回向的名称 名称应该是用语的意思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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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诚文当中 应该是这样说的 我们发愿所有的种子 他的疾病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 我一定要发愿 当他们的 照顾他们的 或者是治疗他们疾病的一些 医生 变生 妙药 还有照顾他们的一些护士 所以世间上 释迦牟尼佛在一些因地的发愿当中也是这样的 他认为是当国王也不太好 当其他的人和商人也不太好 我要发愿就是当义生 因为义生如果心底善良的话 那就是利益无量的众生 所以当时发愿也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善根的话 也应该回向 就回向是什么呢 愿世间的所有的这些 可怜的疾病 就具有疾病的这些众生 一定要我就当成 像以前释迦牟尼佛 在因地的时候那样的当义生 谢谢彼此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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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一些护士 以前在《毗拉耶经》当中所讲的那样 包括佛陀亲自也是一生作则 前往到一些病房里面擦拭一些身体 看一些照料他们的饮食 同时也是宣讲一些养生的知识等等 佛陀在因地之后也做了许许多多的一些榜样 这一点大家也是清楚 而且在戒律当中也经常讲佛佛尊尊告诫大家 一定要照顾病人 这就是每一个修行人一无用之的一物 所以大家 我们作为僧众也好 作为其他的一些在家人 看见可怜的病人的时候 你应该尽心尽力地照顾 照顾他们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相当的重要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对这些可怜的众生要想到 我们在《瑜伽师弟论》或者《城市论》 以及《居士论》当中 这几个今天我们归向的这几个内容 在末法时代尤其是在人的宿命减少的时候 出现三大灾难 也就是说疾病的灾难 刀病的灾难 还有饥荒的灾难 那么当时所谓疾病的灾难 人数二十岁的时候 人数二十岁的时候 在世间上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 瘟疫和疾病就出现 那么当时人们怎么样服用药 怎么样治疗 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只有依靠诸佛菩萨的发愿力和功德力 加持力 才能得到利益的 如何治疗 对 供应托菩萨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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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为饥荒者 饥渴者而作回向 在颂文当中是这样讲的 也就是说 我们人们遇到这些饥荒的时候 应该祈求诸佛菩萨加持 愿天上降下食物之余 就是失无之余 解除这些可怜的众生的饥荒当中 就是可怜的这种众生 让他们各个获得了自己的一些财产 就获得了饥食圆满当当 这样来作回向 当然这个也是在佛经当中 有这样的记载 包括我们的《俱世论》当中 一般来说人数 就是在未来的时候 人数三十岁的时候 人数三十岁的时候 世间上也是出现特别可怕的一些饥荒 在那个时候 人们都根本没有饮食 而且为了寻找饮食 大家就好像寻找如意宝一样 就是一直向往获得一些饮食 所以我们发愿 当人们获得这样饥荒灾难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发愿 变成他们面前的一些饮食 那个时候就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 这样回向也可以 或者说 世间上是有如是多的一些难民 一些有困苦的众生 受苦的这些众生 那么 我们求诸佛菩萨加持 愿他们早日获得了一些饮食 然后自己离开了这些痛苦 请 softly 女生 既然还是误 if 于 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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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非常可怜的一些贫穷的众生 为了拯救这些贫困了到的众生 愿我们自己发愿 我们自己发愿应该变成自己取之不尽 勇之不懈的一些宝藏 就是像以前的古代所谓的如意宝藏 或者是一些大国王的国库里面 这个国库的这种宝藏 应该这样 而且自己变成各种各样的 满足众生所需的各式各样的资具呈现在他们面前 让这些无量的众生获得满足 这是我们时时刻刻当中也应该这样发愿 那么大家也应该清楚 佛陀在发愿的时候也好 后来佛陀成佛义合 在众生面前是什么样的新鲜来出现呢 经常我们也知道 学习过大乘佛法的人应该知道 在《宝积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众生遇到了一些经济 饥荒的时候 在饥荒的时候 在他们面前出现宝珠 就是如意宝来满足一些众生 所以我们众生如果遇到一些贫困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途径 他们获得的这种财物 应该说这是佛陀化现出来的 而且吴光尊德在《大圆明信息》的后面也应该讲了 包括花园 园林 供典等等 这些全部是佛陀的化现 《大乘三桥方便经》里面也讲了 佛陀化现为桥梁 道路以及门等等 以各种人们所用的一些用语 未经许的日子 thern请中文在这下词 我为什么不在这儿 这一段时间 能分析到这些里面就是 没有 呢 呢 呢 这个报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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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诸书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虽然从颂词的字面上 没有宣说一些刀病戒 因为前面就讲了疾病 然后讲了饥荒 后面的战争 刀病戒虽然都没有这么明说 但实际上这里面也已经宣说了 所谓的刀病戒 人数十岁的时候 整个众生的福报 渐渐渐渐渐隐漠 那个时候人的身体也是非常小 一头发作为衣服 然后一辈子作为食物 那么整个众生的工业所感吧 世间上所有的草木啊 外面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东西 全部都变成武器 你随属一剑气可以变成武器 那么以这些武器用来互相残杀 而互相残杀 那么整个世界就变得 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复活地狱一样 非常的可怕 残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应该发愿 愿我在那个时候变成了 真正利益众生的 而且依靠佛陀和我的加持力 让所有的这些战争 到底全部消失 应该这样发愿 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一种发愿 以前《卢芳经》里面 《卢芳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现在对僧众 供养一颗荷子 荷子是藏青果 就是一个小小的 你们应该知道吧 眼旁那个荷子 也是一个藏药 就是药里面还是很好的一个药 如果供养一粒荷子 或者说是一瓢 或者一勺饮食 饮食的话 以后不会转生于疾病 然后饥饿和战争的恶劫当中 这是佛经当中说的 还有其他的饮食 如果给众生供养了 给什么僧众供养了 那就不会转生在这些恶劫当中 也是有这个佛经的记载 不管怎么样 自己时时刻刻应该发愿 让世间上的很多苦难的证损 获得快乐 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大神学行人来讲 也是不能离开的一种发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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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